各位弟兄姐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九节 题目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迟言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已至灵魂得救的人 基督徒要勇敢 这可能是很少人讲到的题材 我们常说基督徒要有爱心 要有耐心 要有信心 要有智慧 这些我们都听人讲过 但是很少人听到有人讲 基督徒要存有勇敢的心 但是在这里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出来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这不但是教训 而且是带有美好应许的教训 为什么这句话一开始是 所以 因为在前几节章中 我们讲到在罗马帝国里 有许多基督徒就经历到很大的苦难 当基督徒遇上苦难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是的 就当要以勇敢的心 面对苦难 若是害怕就能够解决问题 那也就罢了 但事实上 通常越害怕越不能解决问题 还可能把事情搞到更糟 我们遇到难事 反而不应该为难 要迎难而上的面对问题 就算不能够将问题解决 至少可以控制降低损害 而更何况我们还有主 给我们的应许的大赏赐 在这个世界当中 因为是伏在那恶者的脚下 基督徒很可能会面对 重重的艰难险阻 我们不但不应该害怕 这个世界上的权势 还要不怕苦不怕难 如经文所说的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有许多基督徒 在遭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 就求神帮助他们改变环境 求神帮助他们排除万难 好救他们脱离当时的险阻 或者可以使他们的愿望得以达成 但是在希伯来书这里 他是说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不是说神来合我们的义 所以神不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无灾无害的 神是给我们强大的生命力量 使我们能够忍耐和面对问题 无所畏惧 甚至是在种种不利的情况底下 还可以行完神的旨意 当然这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 而是依靠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 然而即使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和能力 我们还是必须要有勇敢的站在我们当前当站的位置上 以致在以西节书22章当中 他们要重修耶路撒冷的圣墙 但是在有些破口还没有修好之前 为了防范敌人来偷袭洗扰 他们就找人站在破口之处来防堵 这就是为神的家来防堵 堵住破口 我们如今也有站在破口防堵的祷告的说法 这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若是原本站在破口这样紧要的位置 却突然的退后 那岂不是可能为神的家造成更大的损害呢 当然有可能 所以经文又说 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这些话都是写给在罗马帝国里的犹太人基督徒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代 神都不要基督徒后退 作者也鼓励众人说 那要来的就要来了 不会延迟的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暗示义人若是退后 就是可能就要入沉沦了 又说我们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 这便是我们的得救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